如果你不喜欢跳水但热爱卓越 那么全红参就是你的新偶像 年仅17岁的全红参 在巴黎奥运会女子10米跳台项目中 成功未免了奥运金牌 面对他最强劲的对手兼队友陈玉希 这场比赛可谓强强对决 这两位选手一直主宰着这项运动 让其他对手望尘莫及 从第一跳开始 全红参就以90分的完美成绩树立了标杆 一跳接一跳 他展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技巧和精准度 在五轮比赛中的四轮都获得了最高分 即使陈玉希在最后一跳追平了他的分数 全红参425.6分的总成绩 还是让他以4.9分的优势躲得金牌 陈玉希以421.7分的娇人成绩获得银牌 而超线选手近未来则获得了铜牌 全红参的登顶之路不仅仅是天赋 更是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毅力 它是一座鼓舞人心的灯塔 证明了只要付出辛勤的汗水 梦想就能成真 敬请期待更多精彩的生命故事 订阅我们的频道 获取每日的励志能量